請部長,謝謝 委員好 部長,今天收到這份憲兵非法搜查事件專案報告 老實說我看了是非常的失望 不是因為它只有三頁而已 而是因為它整個事件完全沒有名字 誰發現網路拍賣,誰監控,怎麼監控 誰決定要偵查,誰指揮,誰派出憲兵隊 誰負責釣魚,誰在現場執行調查行動 整個流程都只有單位 例如第一頁 本部前於105年2月19日,本部誰 審視衛名網拍資料內容,刑事要件標密為密與機密集等等 誰審視,哪一個單位的誰審視 再來台北憲兵隊及軍事安全總隊 集於2月19日晚間 這兩個單位的誰 誰決定的,誰派出去的 第二頁 是由台北憲兵隊專人,專人誰 第三點,本部會追查外流機密文件的確實數量級流向 本部的誰 第四點,出審民國67年等等等 三份經營文件 再一次,出審是誰出審 第三頁 第三項 故依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12條第10項 辦獎 誰依這個獎勵條例,誰決定要頒一萬五千塊 整份都沒有一個名字 只有單位 只有本部 我想憲兵只是最基層的軍人 聽命行事而已 問題點在於這些上層的人是誰做的決定 誰派的人都是誰 我希望剛剛有好幾位委員都講過 希望再有進一步更清楚的懲處以及報告 名字要清楚 剛剛講的這些地方 後面加上人名只有三個字 連增加一頁都不會有 到底是誰 哪一個長官 再來是 我想今天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個案 搜查到這些機密文件以後會拿去哪裡保存 一定不是只有這一個個案 過去長期以來 到底去查扣過多少文件 搜查過多少事情 這樣子進去民宅裡面 跟人家要資料 要人家自願簽這個被搜索書 這樣子的事情發生過多少次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這都是保存在哪裡 這一堆 還是說 半世紀以來只搜尋到今天這一件過而已 郭文委員報告 我是政戰局局長 目前為止我們在網路上只搜尋到這三份文件 那這三份文件 他目前是 所以1993年發現Internet以來 你們只發現過一件 到現在 整個部門在網路上的情資 關於這一種只出現過一次 目前是發現只有這一次 那這個文件 他要回到我們原來的產自單位 來處理 我在這邊要提醒 這件事情 昨天 櫃部也提出說 這跟白色恐怖無關 事實上跟白色恐怖有沒有關 這個會是轉型正義的工作 這要由後續相關的單位來認定 所以 你們不用講他有沒有關 你們只要把這些文件保存好 最好是交給檔案局統一保管 我想這一個事件更顯示了 我們各式各樣 政府部門 相關的這些檔案放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今天這事情沒有爆發的話 大家現在努力在做轉型正義的人 也不知道原來還有這裡還有檔案 拜託 這些檔案 不要被拿去銷毀 好好的保存 過去 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我們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 做過多少的檔案 做過多少保存 現在都放在哪裡 可以提出一個報告嗎 還是就只有這三張照片 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依據國家檔案法 我們按了檔案法來做 好 那以往的 這個可能是在檔案法之前 我們也有我們一些規定 好 那就拜託 在一個禮拜以內 給我們一個報告 這些其實跟轉型正義 都很有關係的檔案 目前保存狀況如何 告訴我們外交國防委員會 謝謝 然後第三點 我想要知道一下 國防部平常在監控人民上網 這個 我絕對沒有辦法相信 剛才一直在強調的保防官說 無意間看到的 我想如果都是靠無意間看到 這個也是實際的 如果都是靠無意間看到 所以一定有監控 對不對 我想監控不是壞事 為了監控情報 應該不是壞事 我們只針對影響國家安全 我們沒有監控 絕對沒有 跟委員交易 這要花很多的時間 跟人力 我們只是看有些 在網路上 牽扯到國家機密 或說已經網路上 已經議論紛紛的事 我們國防部要主動的了解 是甚麼回事 部長 我想剛才在記者會的時候 貴部也有派人來 是 我再問一次 總不會是貴部的相關人員 在逛拍賣網站上班的時候想要買東西 結果剛好看到 用這樣的方式來蒐集這些情報 報告我們不管在新聞媒體或網路上 我們每天也會注意一下 現在這個新聞的焦點或網路上的焦點 事實上這件事情還沒有成為焦點之前 沒有被貴部弄成焦點之前 很少人知道 所以我要拜託部長 事實上你們有一個監控的方式 一定有 是不是有類似像中國一樣的敏感詞 要不然你要怎麼去查 報告委員我們不可能 如果我們這個要花多少的預算跟人力來做 所以完全是靠剛好逛拍賣網站 我們會注意影響到國家安全 或我們的機密文件外洩的事 甚至於在網路上在討論的事 我們會去進一步的了解 我想部長這一點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不是那麼多人容易在逛拍賣網站順便看到 這個我跟你保證 我們絕對沒有監控任何事情 這個已經在法律上已經明完規定 國安部不做任何監控的事情 好這一點我想 在這邊我也不做爭論 那我希望你的進一步的那個報告裡面 有比較清楚的人事物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是誰在監控 那他是真的就是不小心 好不要用監控這兩個字 我們不是 你剛剛講的那些人物 只要檢察官同意 我們都可以給 因為現在已經在地檢座 我希望 我希望 下一份報告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可以知道包括他怎麼樣 你如果覺得監控這兩個字不好 怎麼樣收集情報的 是真的不小心逛拍賣網站 看到還是其實有一套作業系統 我想人民也需要知道 當我們拍賣什麼樣的東西 運用什麼樣子的文字的時候 有可能會被貴部的相關單位盯上 這個也需要知道 那如果真的都是沒事逛拍賣網站剛好看到 我想人民會不會相信這個也要 他保證我起碼我幹部長我所了解的 我們沒有這些系統 也沒有那麼龐大的人力 可是我剛剛跟您說明了 我們針對網路上或媒體上 對國防事務上的一些 比較在討論的多的事情 或說一些我們看到的事情 我們會去表示了解 好我了解 我期待您的第二份的報告 謝謝 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請羅智政羅委員 可不可以請高部長跟薛次長 主席謝謝 羅委員好 部長我真的不了解 三千塊可以解決的事情可以搞那麼大 我們如果縣紙部的同仁或政戰局的同仁 花三千塊把那文件買回來 看看文件內容就知道不會有這麼大的事情出來 部長您知道為什麼這個事情全國震驚 社會嘩然 甚至還有國際媒體在會國際矚目 到目前為止你知道原因嗎 這可能我們整個的程序是出了問題了 我告訴你什麼原因 因為它踩到司法人權的紅線 它也超過人民可以容忍的極限 到處每一個階段都出問題 司法調查當然現在司法當然在進行的 部長同步我們進行行政調查對不對 我們內部調查開始沒有 我們內部有照我們的單位去了解 承處名單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剛剛跟委員報我們程序論完馬上就 馬上什麼時候 給我一個時間 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把它做完 承處名單 明天看可不可以公佈 好可以 我現在請問部長 到底這個未信民眾 是犯罪協議人 還是對國家有功人員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你看起來 部長 還是路人甲路人影 還是烏會一場 到底他是犯罪嫌疑人 到目前喔 還是所謂對國家有功人員 那請政調局局長 委員好 請問他現在的身份 到底是犯罪嫌疑人 還是國家有功人員 還是不知道路人甲路人影 那委員他現在是犯罪嫌疑人 還是犯罪嫌疑人 好那我們看如果照犯罪嫌疑人 應該怎麼做 因為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法律課程 我們請謝謝市長 我們讓一般民眾 面對這種事件的時候 該怎麼回應 市長請告訴我們一般民眾 如果有人五六個人 在捷運站門口跟你講 我是線病隊的請跟我走 要不要跟他去 要不要跟他去 我想這個應該 具體情形 應該是由這個當事人他本身 什麼叫當事人 你認為民眾應該 有人跟他講說 我是線病隊的 隨便證件給他看跟我走 你就跟他去 是 正確的法律支持 要告訴你們什麼 當然要了解到 這個有沒有什麼法律的依據 什麼叫法律依據 至少你如果說 像他這個情形 如果是說等於有強制的話 那應該是有機體 或者其他 這個傳亂的通知 那這個案子裡面有沒有 這個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 如果根據媒體報導 現在跟他講說 你現在跟我走 我是線病隊的 他沒有任何的通知書 沒有搜索票 要不要跟他去 我想一般的話 應該是要 拒絕嗎 他有這些東西才可以 現在沒有嘛 好 就算這個民眾法律常識不足 現在被他押上車了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到你們家搜索 要不要讓他去 這個搜索還是有一定的要件 好 要件是什麼 要件是什麼 那當然一般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要有搜索票 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簽給搜索票 我這個案子沒有 沒有嘛 自願搜索 所謂同意書對不對 是 好 如果今天憲兵 或所謂的憲兵人員跟你講說 搜索票很好拿 如果拿到搜索票 再去你們家搜索很難看 要不要簽 我看這個我剛剛有報告過 就是有關於這個搜索 自願搜索 當然要純粹是自己 基於他的這個任意性的 我同意 如果有任的心理上 說到強制的話 那都不能夠算是任意性的搜索 我們看那個最高法院判決的意志 你剛剛有提到嘛 我們看 所以 最高法院判決的意志裡面 是怎麼說的 他說 受搜索人自願性的同意搜索 是有條件的喔 要怎麼樣 搜索人要有充実前線 應該將相關的意志 記載於筆錄 沒錯吧 有沒有先做筆錄 這個孩子有沒有先做筆錄 我不曉得 是回去才做筆錄耶 不是在車上做筆錄耶 做完筆錄之後才能去搜索對不對 車上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當然這個同意 當然事先要同意 對嘛 好 這裡有提到 這個同意書必須非出於強暴 脅迫 利誘 詐欺或其他公權一直不當施壓 這個當事人有沒有事先講說 你有沒有搜索票 對不對 那表示他也不願意喔 他先看有沒有搜索票 沒錯吧 他是不是有覺得 我不應該被你搜索啊 不是自願的喔 加上這個所謂 限制不能跟他講說 如果拿到搜索票再到你們家去 就很難看喔 你認為這個有沒有所謂強迫 脅迫或者是利用 我想這個呢 當時搜索的情形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在別檢 他在了解 他有 如果有錄影帶的話 他可以去看那個錄影帶的這個情形 好 那事實上我請問一下 這個事實上就由他們這邊來做一個紀理的判斷 因為我們都不在現場 不曉得當時的情形 我先問限制部的同仁 去現場的車到底是掛軍牌還是名牌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憲兵的真防車它是使用名牌 民牌嘛 隨便民眾上去 他也不知道這是真防車還是憲兵的車耶 我們的同仁有向他表達我們是憲兵隊友 好 那這個詐騙集團可不可以用假證件 報委員我們不是詐騙集團 我知道啊 可是詐騙集團可不可以用假證件 然後進一個不掛軍牌的車 民車上面有沒有所謂限制部的出戶證 有沒有 都沒有嘛 所以今天如果詐騙集團隨時拿來證件說 我是憲兵隊的 我車子完全沒有軍牌 就叫我上車 民眾要不要上去 這是大問題耶 所謂說跨越了司法人權的紅線 讓人民無所自從 今天如果詐騙集團夠狠的話就這麼幹啊 完全copy你的模式 copy你的SOP啊 報委員我們除了出示證件之外 我們全程啊 全程錄影對不對 錄影也有徵詢啊 當事人的同意 我現在要求 我們的檢察官馬上扣押相關的全程錄影錄音的證據 部長可不可以保證一下 這些錄影錄音證件不要過兩天告訴我說不見了 沒有錄好 跟委員報告 這些資料全部都會交給北姐 會不會突然不見 變黑 已經交了 我知道啊 會不會交出去說 還會不會請那天沒錄好 不會 不會 你看過沒有 我不能看 你不能看吧 那你怎麼知道不會 你沒看你怎麼知道不會 當時洪忠確證告訴我們說不會 錄影帶都錄得好好的 突然間空白 報告委員我相信我的同仁 你相信啊 對 那如果不見怎麼辦 變黑了 沒錄清楚怎麼辦 如果不見 我就負起我該負責任 這指揮官嘛 是 謝民司令指揮官 我問你在車上有沒有錄音 車上 壓車上的時候有沒有錄音 在車上說你要不要簽所謂志願 搜查的這個同意書 有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那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錄音發生什麼事情 你說欸他同意的啊 是同意嗎 這五六個人沒有威脅他 如果你不不不不簽 我要怎麼辦 有沒有錄音有沒有錄影 就那個階段 上車之前他有同意 證明怎麼證明 你有錄影嗎 有錄影錄音 從他 是偷錄還是正式錄 正式錄 所以從他下捷運站 開始跟你談開始 就開始全程錄音了是 錄影錄音 確定 確定 但是一上車之後就沒有錄影錄音了 上車沒有 那我問你 自願同意書在什麼地方簽的 車上對不對 在他家的樓下簽的 有沒有錄影錄音 沒有 奇怪了 最重要的自願搜索同意書 是在沒有錄影錄影之下簽的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最重要 因為他有沒有自願取決這個啊 如果跟你講我不簽不簽 然後說不行 你非簽不可 否則怎麼樣 最重要的關鍵在這邊呢 我們要求次長這邊拜託 檢察官馬上扣押 所有盧州捷運站 所有相關的監視器 我想要知道這個 微信民眾是怎麼樣上車的 是被押上去的 被請上去的 還是抬上去的 這都是證據啊 但是很遺憾的 最重要關鍵錄影帶不見了 什麼錄影帶 這個過程你們是怎麼要他簽 自願搜索同意書 市長這個重不重要 法律上這個自願搜索同意書 關鍵在什麼 對 當然在這個搜索上面啊 他這個如果自願同意的話 一定要有這個資料 對 沒錯吧 所以自願搜索同意書有沒有效 那有效啊 事先要簽署的 對 但是我知道 他這個過程完全不知道 有沒有操脅迫啊 有沒有遭受這個 壓力啊 公權力的施壓等等啊 照這個看起來 他們都沒有資料可以證明 如果當事人說我是被壓的 被迫的 那怎麼辦 我想這一部分啊 這個因為北檢已經在調查了 他會把相關的市政 去把它釐清 這個事實到底有沒有真的是 屬於我們的自願性的 還是有受到其他的 這個壓力的這個情形啊 我想這個北檢會了解清楚 我最後還是希望 這個國防部啊 部長 是 我不認為你是全程去主導這個案子了 你沒有必要為這個案子去扛所有的責任 你剛才講說一上就是開始錄對不對 最關鍵那個車上為什麼不錄 你在問他 車上有沒有偵訊 有沒有調查 有沒有問話 還是默默的就坐回家 在車上沒有做任何的偵訊 那 下車的時候 要請他簽自願同意書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他他應該有的權利 次長他有哪些權利 要簽自願同意書的時候要告訴他哪些權利 我們突然有告訴他他應該 應該所擁有的 哪些權利告訴我 他可以請律師的權利沒錯吧 還有什麼 他可以拒絕作答的權利對不對 他可以拒絕來簽署 拒絕簽署拒絕回答 可以請律師等等這些權利對不對 有告訴他對不對 有告訴他應該錄影啊 才能保照保護你們啊 否則證據是無效的啊 會有問題啊 所以最關鍵的錄影帶 根本還沒調出來之間已經不見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整個志願搜索同意書 根本就是有問題的 一定會被質疑 你到反應上一定被質疑的嘛 那我們整個過程拿到瑕疵 事先不知道嗎 事先沒有調查嗎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整個SOB都出問題 更重要的是 人民如何相信這個司法制度 任何人下了捷運之後 突然有五個人跑過來說 跟我上車 我是線命隊的 走吧 回你們家收東西 就上去了 台灣最大問題 因為踩到了人民司法的紅線 好 我們下來請徐國勇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要請部長來 其實你今天的這個報告啊 看了 我才看啊 難得說一個業務報告或一個專案報告 能夠讓我不到一分鐘就看完了 大概國防部第一個 然後呢一看 極端失望 一大堆 我如果單單挑這個 可以講三個小時 可以跟你好好講 我只講一點 在澄清澄附事項裡面提到說 這個興味的民眾公開上網 標售之行為 極不足取 有設法之餘 那請問 極不足取有設法之餘 還有給一萬五千塊 部長 這樣講對 不足取 還有給一萬五千塊 來鼓勵他 請他當證人 當證人還要給錢 這個證詞 有沒有效力 這樣子的報告 難道部長 這不要讀法律吧 嘗試就知道 這個報告 你讓你的部署拿出來 肉氣啊 我今天第一個 要跟你講這個 我想講這一段 你能接收嗎 沒有同感嗎 跟委員報告 沒有同感嗎 對 這裡面是有很多 這兩個案子 會引起大家在混淆 這個當年他們的用意 也就是說 希望了解 這個整個後面還有多少的這些 不要再提到當年啦 浪費太多時間你等一下 主席我請我們 謝次長 謝次長是我們法律界的前輩啦 所以謝次長我請教你兩個法律問題 我想我不自己講 我自己講搞不好國安部還不服氣 所以我請你講 請問張戶罪的追溯權時效多久 張戶罪在319條這邊規定 他那個追溯權的時效 因為這個是舊的案子嘛 十年嘛 沒錯嘛 那再請問一下 縱南市張戶 免法的所有權 要回來 請問他的時效是多久 侵權行為的時效是多久 197應該記得吧 他大概有這個 五年嘛 兩年嘛 或者五年啦 好 然後除次前 除次期間十年嘛 最多十年 這個東西都要不回來了啦 好 次長請回 部長 有沒有聽到次長講的 這一些東西是 最晚民國67年 最早民國51年 也不是機密 重南市張戶 你也要不回來啦 你也不能要回來 是人家的東西啦 沒有追溯權 行事 你怎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你說什麼啊 來 你直接跟 直接講 不要偷偷在那邊講啊 這樣講我聽不到 你好好我是法律事務室的處長 那他們在查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說這可能是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 到現在 你們都已經知道 人家網路已經告訴你啦 但是他什麼時候取得這些文件 這個保防處和憲兵他們 什麼時候取得跟你無關嘛 另外也是民國67年 51年早就出來了 你們什麼時候遺失了 你們自己不會查啊 你們自己不會查 你們什麼時候遺失了 你打算說是昨天才遺失了嗎 五六十年做的文件 還要硬拗 做完了就遺失了 你也拗啊 請問你什麼時候遺失了 報委員這個可能 可能還要查 不知道對不對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時候遺失了 我不清楚 還回答什麼 法律是這樣玩的嗎 你法律師的 法律是這樣玩的嗎 報委員所以說這件事情 所以說你們亂搞嘛 所以說 請回 部長 剛剛啊 總統講話啦 總統說 我們的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剛剛講話說什麼 這些有問題的人要調職 總統說 還有資深將領說 這是總統的職權 誰都不能調 你贊成這個說法嗎 所以換句話講 你們敢自意而為 國防部這一些人敢自意而為 總統給你們撐腰嗎 不是 行政院長調不動你們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過 這個在國防部以往就有案例喔 我們為了偵查的公允 我們會對相關 有在這個位置上的人 我們也以前就做過調整 讓這個整個偵查上 不受任何的干擾 所以換句話講 那有人說 這是總統的職權你們不能調 然後打臉張善政 那換句話講 你現在是打臉總統府是不是 我也沒有打臉任何人 我是國防部長 我就要做這件事情 好 部長有擔當 這一點我欣賞你 講實在話 那我再請我們次長 謝次長麻煩你 法律界前輩 所以我還是要從你的嘴巴講出來 如果在一個古董市場 在一個古董市場 有人在拍賣古董 這個古董是英法聯軍 遺失的 或者被搶走了 請問你們法部會派人說 那個是張霧 然後呢 你們現在就去把他追回來 然後你們就派檢察官 就派你們的司法警察 去把他抓起來 會不會 應該不會吧 不會齁請回 謝謝 部長 次長請坐 部長 聽到嗎 這才叫法律啊 懂不懂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這類也有很大的教訓 我們當初的 看到這些文的時候 我們的同僚 他們也是在思考 他並不是要去侵犯人權 不是侵犯人權 為什麼要人家 被同意簽 搜索同意書呢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程序上 我們是有些過當 或有些 我們請北檢來調查 可是我們的用意 是為了了解到 為什麼這些文件會出去 部長 我從謝市長的口中才告訴你 自從軍事審判法被廢掉以後 我發現你們真的是法律之事嚴重欠缺 憲兵隊 那有憲兵司令來 請一下 憲兵隊有司法警察的權利 你們憲兵隊裡面有多少人 法律系畢業的 具有律師資格 有幾個 人數不多 人數不多 是幾個啦 一個 兩個 我這邊沒有確定資料 沒有確定資料 好 司令請回 部長 事情又大條了 今天早上啊 司法委員會 通過兩個案子 要取消憲兵的司法警察權 一個洪中秋的案子 讓你們軍事審判的權利沒有了 現在出現這麼一個案子 你們現在憲兵的司法警察權要被修法要拿掉了 你們以後辦案子啊 如果沒有司法警察權 那你們慘啊 以後你們啊 軍中有什麼違法要請警察進來 樣樣要報檢察官 這件事情 你們不知道它的嚴重性嗎 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會再跟委員溝通 再報告 因為這個 整個的憲兵 剛才憲兵指揮官員講了 他的職權是什麼 不但維護軍紀 也有維護我們軍中內部的一些調查 我們並不是想要去 對一般老百姓做調查 你們看 因為今天人民看到的是軍人的擴權啊 包括委員我們沒有擴權的想法了 沒有擴權 你聽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權利 憲法第九條怎麼規定呢 這個我們就檢討吧 憲法第九條怎麼規定 憲法第九條怎麼規定 如果我們施職 我們願付任何的 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這一條真正我們憲法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要避免軍人干政 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給憲兵有司法警察權 要維護軍紀 軍中的犯罪 希望有你們直接用這個軍事的警察 憲兵都按批嘛 軍事警察要給你們這個權利 結果你們濫用這個權利 在以前威權時代 你們用了也就算了啦 大家都忍了啦 在已經進到民主時代 你們的軍事審判權都被拿掉的時候 你們還不知道檢討 我們是在檢討啊 檢討怎麼會去親愛一般老百姓的權利呢 這個應該報情檢察官 由一般調查局或者 一般的警察機關來處理啊 怎麼會是你們自己就 砰砰砰砰砰就過去了呢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們 你們今天捅了個馬封話 你們會把你們自己以後 要處理的這些司法警察的權利 你通通給 搞不好人家就真的把你拿掉 欸這朝野一致同意 大家火大得不得了耶 所以我在這裡要告訴你 你們現在這件事情的善後工作 剛剛沒有人提到 我在這裡提醒你們 你們真的善後工作 就司法警察權啊 這個真的是大問題啊 大大大的問題啊 為什麼大大大 因為很重要講三次啦 真的是大問題啊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要告訴你們 在這個警察權沒有被拿掉之前 你們要表現出你們自製的行為 檢察官很喜歡用憲兵 我們也知道 因為憲兵中貞不會洩密 不會跟一些商人掛鉤 那警察可能有一些久了 比較有問題 所以喜歡用憲兵 所以除了檢察官 在指揮你們去幫助他們 做一般的司法案件的偵查 等等的動作以外 我在這裡 剩下幾秒鐘 部長下個命令 給憲兵司令部 憲兵司令自己也要下個命令 給所有的憲兵隊 以後 除了檢察官指揮 要你們去辦一般平民的案件以外 老百姓的案件以外 所有老百姓的案件 不要再辦啦 不要自己亂搞啦 這是我最後給你的忠告 這個我們會照這個方法來做 好 謝謝你 重要的證據 我們的錄音檔現在在哪裡 因為剛剛我聽這個 錄音檔所有的檔案 早上我們都開過記者會 法務部你們的檢察官也有提出來 說還沒有到你這邊 所以我現在問 在哪裡 因為他們 憲使部這邊講這個案子 已送到別檢 那是不是在那邊 我 在哪裡 檔案在哪裡 是不是有在別檢啊 這可能還在進一步 還在可能 你們距離有多遠啊 這個資料最重要的證據在哪裡 不知道 因為在這個偵查的個案裡面 它別檢在處理 所以你說 這個錄音檔在別檢 確定在別檢嗎 我沒有確定 因為這個是不是在他們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相關的證據資料 應該是別檢這邊啊 他會必要 那國防部 在哪裡 誰可以回答在哪裡 早上那記者會不是明確說了嗎 現在又不知道在哪裡 最重要的證據 要公開給全民知道 才會真相大白 現在又推來推去不知道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就洛山門了嗎 相關的證證已經移送到士林地檢 那麼屬於這個 屬於這個憲兵隊非法搜索的部分 在台北地檢署 確定 確定 在台北地檢署 好 那請回 請部長 在台北地檢署 證據就在那裡 這件事情 發生在2月19號 我們國防部 我們的憲兵隊 大隊人馬 用釣魚方式去找到衛星的民眾 問訊 試回家裡搜索 取得證物 又在3月1號 又請他出來 給了1萬5千塊 這個是證人費 還是封口費 還是什麼費 就表示 確實有這個案子 那國防部你們的態度呢 所有的港案 追還到原始的真相 每一件公文 你都必須要保存 規檔 所屬單位 現在 現在在網路流傳 這個所有的公文 屬於哪一個單位 部長 是屬於哪一個單位的 一個是憲兵指揮部 他所俠的這些單位 還有一個是總戰局 怎麼流出的 大使的沒有歸檔嗎 就算沒有電腦資料 沒有電腦歸檔 人工手記 還是保存歸檔 你說你84年就銷毀 這個事情發生在50幾年 這3件公文是發 是是是是 總戰局的公文吧 總戰局的公文 你們的公文有歸檔保存嗎 報告委員 他這個部分 這3份公文 是我們政案局的公文 當時都有保管 但是 我們在銷毀的時候 他可能是 早年的 不能脫的早年啦 人工手記 我公家計畫我待過啦 檔案室我待過 所以我知道 所有檔案保留 不管你是7年 10年20年 通通會送到檔案室 保存起來 以前都沒有這樣做 有 這3份公文 當初是登記的是銷毀 那可能是在銷毀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產生的這個 銷毀程序 可能有失誤的地方 所以今天 就要究責 相關人員調理現職 查清楚 好不好 好 你請回 部長 事情發生這麼久了 19號到3月要到今天 還在他的女兒上網之後 全國才能夠知道 所以我要問 你們請 這個衛星的民眾出來之後 你們有沒有先請教檢察官 有沒有先報告檢察官 有沒有 我所了解他們 並沒有 並沒有 三天內呢 這三天內有沒有報告 有沒有 有沒有 據實報告 所有的案情 沒有 沒有 憲兵 我們的法律素養怎麼這麼差啊 難怪你們的權力都被拿走了 你最少 軍事審判權 這些 還有刑法的 還有我們的警察權 司法警察權 通通都要約束 要經過檢察官指揮下令 你們才可以做耶 今天這件事情 你們說要用釣魚方式 先了解清楚 那你們為什麼 為什麼 還要給封口費呢 這事關這麼重大嗎 你們做事情怎麼可以這樣子 並且司法程序公平 都沒有 報告委員他不是叫封口費 我剛剛 我們那個政黨局報告過 那政人費嗎 不是 他當年是 講歷經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公文 在外面 你要追上游嘛 對 就要追緣起是什麼回事 希望他能夠告訴我們 或配合這件事情 是跟他談這件事情 不是去 講別的事情 現在 我們衛星的民眾 也寫出了一封 由律師作證的公開的陳情信 也說到是你們要求的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被迫的 你叫他寫 同意你們到家裡去搜查證據 同意配合什麼 這都是你們的要求耶 難道沒有被破壞嗎 報告委員 這個整個 這白色恐怖又發生了嗎 二二八才剛過而已 報告委員 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他有他表達的權利 我們這個已經交給北檢了 如果國安部有錯 國安部有失職的地方 我們願意來追究這些責任 你要追究責任 就要把洛英黨公開 這個在北檢手上 你不要說調查不公開 不公開喔 這我們要協調檢察官 這個都已經解密了嘛 也不是機密的公文啊 他現在正在申辦中 市長呢 市長 申辦中 這個案子在北檢申辦中 我想他在偵查告一段落以後 必要的話 他應該會做一個說明 今天這件事情 你們從法務部 才從國防部 再從憲兵部 這三個部門裡面 大家都各說各話 連證據的移交搞到哪裡 還是補上啥 早上說一套 下午又說一套 現在又要偵查不公開的情形之下 那現在 我們國防部啊 你們要調查 要說清楚 那法務部呢 你如果沒有把公開真相大白 你就是為法務部背書 來護防法務部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法務部 從早上部長的答請到現在 我們始終都一樣 就是說這個案子呢 在北檢調查 那他有一定的偵查程序 那這個案子呢 他將來調查了一個段落以後 他一定會跟我們國務院這邊 做一個適度的說明 本席在這邊要求 你們偵查之後 現實偵查 一定要把錄影檔公開 一定要把錄影檔公開 可以嗎 次長 我想這個就看看 將來北檢他們進度的情形 那當然 這個偵查 將來 這個如果結束 看看不曉得 就是結論怎麼樣子的話 當然這個北檢 他會做適度的說明 好 謝謝 次長 來請部長 經過這麼多的事情 部長 你知道我們 國防部 國軍 的形象 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打擊 那這件事情 你沒有妥善的處理 會影響很大 尤其是現在檔案 造成 所有 國防部 各部會 都要承擔 你們的所有的檔案 國防部 還有我們軍方 所有資料 現在都是 有存檔 歸檔 都有這樣做嗎 有啊 按檔案法在做 都有在做 那資料 的儲存 你們的銷毀 都是用水銷式的嗎 我們 我們是按照檔案法的規定 怎麼來做處理的 所以所有檔案 都會移交給檔案局 該移交的我們就要移交 它如果到期的 它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什麼是不該移交的 你說該移交要移交 就是有些它的檔案 是永久保留的 或保證時間很多的 或像有些檔案 要存到國家檔案局去的 我們就放到國家檔案局 如果有些是過了保密奇效的 我們就按照檔案法的規定來處理 所以我們所有國防部 對於法律接素養 真的要好好的在學習了 那還有 我也希望我們的次長 回去之後 偵辦此案 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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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時間要多久 可以公布給國人 我想這個要由台北地檢署 讓它案件進行的情形來決定 這法務部對這種個案 一般尊重我們檢察官 他的這個程序來辦理 好 那就盡快公布給國人 趕快的讓大家了解 這個是屬於一個個案 不要影響到大家 認為這是228 再度的白色恐怖 對國人的印象非常不好 也有損我們國軍的形象 好不好 下一位我們請 蔡逸宇委員 她改書面質詢 我們請下一位蔡適應委員 主席能不能邀請我們國防部部長 被選 委員好 部長好 來 部長我首先先確認一下 您今天的報告的題目是什麼名字 有沒有再請你附送一次 這個 憲兵非法搜查事件報告 這是委員會要求我們 以這個名目來寫的報告 好 所以是委員會要求你寫這樣寫的 好 好 那我在這邊 首先請問你一個問題 來說明 按照剛才你們幾位相關人員的回答 這個案子在2月19號的時候 政戰局收到這個情資 然後嘉宇調查嘛 對不對 沒錯嘛 對不對 來 然後2月19號 調查之後 你們2月19號是不是就拿到公文了 沒有 公文 沒有 集密的公文啊 你們什麼時候取得的 3月3號 3月3號取得 你們什麼去找 對不起報告委員 我們是講的是 政戰局這部分 那憲兵隊2月19號就取得了 是不是 我們當天就取得 取得了 那2月19到3月3號這段期間 憲兵隊擁有這三份文件在做什麼 2月26號就將這個資料的審定啊 送到 怎麼樣再講一次 呃 台北憲兵隊在2月26 26號 就把這個公文的審定的公文啊 包到我們憲兵指揮部 我們憲兵指揮部在3月3號的時候 就已經送到 呃 保安安全處去做審任 那你們這個禮拜除了公文旅行之外 你們還有做什麼事情嗎 做全案的整理 全案的整理 所以你們把這三張公文整理 從 這個台北憲兵隊送到司令部 要從2月16號跑到2月26號 然後2月26號憲兵司令部 再送到 我們的政戰局保防處 是幾月幾號到的 3月3號 所以你們這個公文要跑這麼久的時間啊 公文要跑這麼久的時間啊 公文要跑這麼久的時間啊 好 所以3月3號到達憲兵 到達政戰局保防處做什麼 做審任 審任什麼東西 他的機密等級 審任他的機密等級 那今天是幾號 今天3月7號 那3月3號開始審定 你們開過會了沒有 報員 那這個機密審定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你們的機密審定的正式名稱叫什麼會議啊 因為他這一份文件 這一份文件 這一份文件 是50、60年代的 那他是在國家機密公佈施行 國家機密保護法公佈施行之後 他兩年之內沒有經過和命程序 其實他就是解密 那我們現在只是回一個公函 給這個 所以就政戰局保防處來講 到底你有開那個機密審議委員會嗎 不用開嘛 就不用開嘛 總算你講了就良心話出來了 各位都聽到了 其實這3份的文件 送到我們政戰局保防處的時候 一看 就是5、60年代的公文 就不需要嘛 我聽到就好了 部長你聽到了吧 這就是專業的答案告訴你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 早上我在這邊質詢外交部部長的時候 外交部有個類似的案例跟你們一樣 也是在5、60年代的時候 有關於釣魚牌的相關公文 遺失了 然後呢 也被上謊拍賣了 然後呢 陳列在對岸的上海 我也問了外交部部長 我問部長說 你們要不要派人去調查 部長說不需要 外交部長說呢 很簡單 5、60年代公文早就預期失效了 所以根本沒有問題 連調查都不需要調查啦 我聽到一聽到有嗎 我們知道 聽懂意思了吧 這就是同樣一個法律案件 國防部跟外交部 法律素養的差別啊 所以為什麼剛才徐國防部說 司法法制委員會 要把憲兵的所謂司法警察的身份把它拿掉 部長你不會覺得很難過嗎 當然會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要從長記憶啊 你不覺得很難過嗎 你做一個國安部的部長 你的任內 你的所有的憲兵隊司法警察的身份 有可能會拿走 你不覺得很難走啊 這很丟臉耶 為什麼 因為你的部下 該有的法律常識都沒有啊 該有的法律常識都沒有啊 就是大家做公務員的心態啊 2月19號就已經取得公文了 還要來一個公文旅行一下 送到我們的憲兵司令部 在憲兵司令部3月3號才送到 我們的政戰局的保防處 一看原來這根本就不需要 我問一下我們的政戰局保防處 你公文回覆給憲兵指揮部了沒有 即便是不用承認 還是要完成一個簽縫合定的程序 所以現在的公文簽縫了沒有 我們現在還沒有簽縫 還沒有簽縫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 今天可以完成簽縫的時候要簽到誰 保重 還是政戰局局長 還是你就可以啊 局長就可以了 局長就可以了是不是 那局長你今天簽完之後 就會把文發回去給憲兵司令部 憲兵司令再轉給憲兵隊 告訴大家說這全都是誤會一場 是不是 沒錯啊 那麻煩你們也要把我們路上 把這張公文公開可不可以 報委員 那後續 我為什麼叫你們把它公開齁 這也是讓我們全國的國人都知道說 這件事情本來不應該發生的啊 本來不應該發生的啦 其實你自己去想一想 有點像是烏龍事件 可是就是我們相關的政府官員 腦袋不夠清楚 法律序網不夠 才會導致全國都在關心這件事情啊 導致說還有在司法法治 所以有人會說要把我們憲兵隊司法警察的身份給他拿掉 我都覺得要替你們感到難過才對啊 好 講到這邊為止啊 我再繼續請教啊 你說到目前為止 你們初步的審視 是確認這個沒有機密的必要嘛對不對 所以會簽給局長之後會發文給我們的政戰局對不對 好跟著 發文給先兵指揮部 先兵指揮部再會給我們的憲兵隊嘛對不對 所以你憲兵隊還沒收到這個公文嘛對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還不能確認這個案子目前狀況公文到底是重要 機密公文還是非機密公文嘛對不對 是不是 是嘛 那我問你啊 那你為什麼會在3月1號 接洽衛民要給他用獎勵金咧 為什麼 為什麼 報委員 我們當初在3月1號跟衛民接洽 是希望能夠他能夠提供我們 有關這三份文件的來源數量跟流向 我再問一下 要求去接洽衛民是誰決定的 就是3月1號再去是誰決定的 也是政戰局局長 保房處處長 憲兵指揮官 還是憲兵隊隊長 這個部分的話是他們 保房安全處他們有簽上來 那是說 保房安全處簽上來的 是 保房安全處誰簽的 是 保房官簽的是不是 公文什麼都沒看到你就先簽了 你還沒收到資料啊 你還沒收到資料 你就可以先把內簽一個公文說 我們要給他一個獎勵金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就有問題了嗎 你好歹要 照剛才我們這個保房租秀华講的 我們至少先看到這個公文的內容 才知道要繼續追查的必要性啊 你這慢證不是這樣偵查的嗎 報告員這個獎金不是針對公文的內容 是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希望他能夠提供我們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啊 你說你們按照的是陸海空軍獎勵條第十二條 第十項啊 你知道第十項是有寫什麼 要不然唸一次給大家聽一下 第十項是什麼 報告員這個資料沒有帶在手上 來啦打一下啦打一下 那裡是誰 我跟你講陸海空軍第十二條 非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非軍事機關團體 有阻列司機者予以獎勵 你的第十條是什麼你知道嗎 盡力於有關軍事工作成績優異者 這是成績優異者 你們是這樣認為的啊 我們的處長跟處長是這樣認為的嗎 然後 按照他的施行細則 或者是他同樣的齁 第十三條 十三條你們看到 這三條看到嗎 非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或非軍事機關團體 及外國人之獎勵 由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 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或縣市議會 報國防部核定之 問一下部長 你有沒有收到這個核定啊 報告委員 其實我剛剛跟您報告了 這個是去了解到他 你有沒有收到這個核定 這個事後我們都知道這些事 事後 他要先報核定你才能夠給錢啊 你有沒有收到這個核定請你告訴我 3月1號以前 國防部有沒有收到 我們總戰轉過來的核定公文啊 要核定這筆錢 他要核定嘛 對不對 是 有沒有 我有了解這件事情 可是 了解這個事情 真正的 核定 你 我告訴你拿公文出來 你3月1號以前 你有沒有蓋上了公文喔 我記得 除非你們又不按照陸海空軍 獎勵條例給的 還是我面做法條 我不曉得 第13條 不要轉國防部核定之啊 他發這個獎金的目的喔 不是說去做封口 我沒有說你封口 你自己講的喔 我從來沒跟你講 我是問你說 按照 你說你用第12條 第10項辦理續獎嘛 對不對 第13條就規定 這個續獎要由國防部核定嘛 我再問你說 你3月11號以前 國防部有沒有核定的公文 有沒有 我了解這個案子 他們說他們要去了解 核定的公文是 報委員 那個核定是我們局裡面核定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有獲得授權 在我的權責下是可以 政戰局局長可以獲得 國防部的核定這個 一萬五千元的獎勵金嗎 你要不要我把公文公佈一下 報委員 他那個我們的獎勵金 有核判的權責 就是說有個標準 你幾萬塊幾萬塊 有 我有看過那個規定 你要再看一下那個規定 那規定怎麼寫的 你要不要翻出來看一下 部長 你這樣越講越漏氣喔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很清楚 第13條是這樣規定 我是要跟你部長 滿滿會後啊 你講你們3月1號要給 衛民的獎勵金 一萬五千元的公文 交一份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認知應該是沒有 至少我所知道國防部 按照這個規定是要給國防部核定 但國防部你並沒有核定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說你按照陸海空軍獎勵第12條 第10項 跟第13項 這就有問題了 這就有問題了 然後再加上我剛才告訴你們的 就是說 你自己一直講得很清楚 你們到目前為止 3月3號才收到文 才決定說這個不是精密的文件嘛 對啊 那我剛才講外交部的處理方法 人家都可以這麼處理掉了 你們國防部的處理方法 就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這個事情我跟您報告 就是說這個整個 他最後的一個 他發這個錢 是為了去了解 後續還有沒有東西 那我問你嘛 那如果要發這個錢 是不是規定是 還要先提報資料 再發獎金 是不是 也沒錯啊 這能法 這能 我們的政次在這邊 法國部政次啊 提供相關的資料 提供完這才有獎金吧 還是提供錢就有獎金 請問一下法國部次長 應該是提供資訊吧 他告訴我 提供資訊就有獎金啊 因為因為他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這個錢也沒有發 所以你們說你們合訂了獎金了嘛 所以你就是矛盾了啊 標準的就是他先提供了資訊之後 你們回來再內簽給他獎金 這才是獎勵金的規定啊 結果你們自己剛剛告訴我怎麼樣 你們告訴我說 你們還沒有問過當事人 就先內簽一個獎金 然後我們的政戰局長說 我還代替了部長 做了這樣的一個核定 然後我們去找了當事人 當事人玩具 所以我沒給錢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所以這有沒有違法 好以上謝謝